這間是一間我和女朋友都期待了很久的酒店 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 旁邊就是水山樂園 真的很多人 這天你好 下水就真的適合了 我們選擇了露台房 是美房才會有的 我走了很久了 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走過去 原來很有禮貌 可能太多生硬了些 但也感受到他們是有禮貌的 敬仰路的員工 你們可以選擇冰桶嗎? 我們是否要打凌智服舞台 你是否要打凌智服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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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挺好的 不會只是說 你打凌智服舞台 當然有些酒店 行政一定要 員工一萬一眼 跟著規矩做的 這裡便方便了 求貼心 讚 還有這裡鼓吹環浦 想喝水就出來泡 我沒有刻意數也有多少步 升降到尾房應該總共有兩部水機 雖然我沒有拍到右邊 右邊是落地玻璃 對面是一座小山 在樓下會寫著有警告字 說小心野豬 每次經過我都會看著座山 但我又不見有 這裡拍攝的部分是直島 之後會有橫島 先欣賞一下 超級大海景 很清 很漂亮 駐海市區 就算去馬頭附近 那些水 望裡都會覺得它很污濁 來到這裡便可以看到清澈的香港海水 太熱坐沙發 看出去 游得 想感受一下大自然出露台 你游得 你會看到不少船出出入入 因為後面已經是遊艇俱樂部了 看著船洗來洗去 就多了一份生氣 露台不大 但足夠空間 三個人都可以 我們在西翼 看出去 轉頭中間 會看到有泳池和花園 想趁人少少來玩水 就有地理優勢了 真的不錯 有種脫離石屎森林的感覺 在香港想這樣 其實真的很難 進房間 看看設備 夾慢 中型尺寸 想放回相機 就小心鎖 拉低桌面的櫃位 是插數位 還有燈 有三腳插 USB 窗簾 然後這兩個是床頭燈 最右都是插數 每片床頭都有的 絕對足夠大家用 雪櫃不是迷你那種 這個真的 對我來說 有些喜出妄外 即是他都預料你會買東西 自己是飲飲吃吃的 儲存空間方面 真的足夠大 起碼放多雪糕和長身酒瓶 先提示 這裡附近沒有便利店 如果會買東西 就在外面買進來 還有微波爐 真的預料你自己吃 那麽米酒瓶都是平常見到的 就沒什麼特別 這個位置也是賺的 有星盤 煲水在這裡倒就可以了 不用去洗手盆那邊 還有它有感應燈 它給你兩個水瓶 你去處理針水用 蠻漂亮的 但不是免費 想要就給錢買 電視機方面 就小了一點 不過可能因為 整個室內設計問題 你可以用它的遙控 或者用手機燈 有回來操作的電視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 就有點當刺一舉 一來手機沒有手感 二來除非這個按鈕 你又懶得叫人悶 在電視系統內 內置了三種MIRROR模式 Apple、Google和Android都有 Apple我試過 有些不穩定 要重複做的動作 兩三次才能連線 我用的現在是14Pro Max 絕對排除了硬件或系統上的問題 之後試了Android 是穩定很多的 電視台方面 各海洋公園頻道幾個人 推薦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後它提供的電視台也十分之多 卡通台也有兩三個 電影台也有五個 這真是讚 加上MIRROR功能 基本上你留在房間 是絕對不會悶的 之後我們回到大堂 因為預約了吃這個星耀郎 左邊那塊板有寫到有什麼食 可以看正確才可以 在右邊的玻璃櫃有朱古力 旁邊有我最喜歡的千層糕 不過它是一塊金米 就... 沒得吃 好了 等到安排入了 這裡又到賺點員工的時候 我女朋友問有沒有梳化位置坐 怕我坐得不舒服 或者不夠涼 我這人很怕熱 不小心 所以... 梳化位置比較好 不過之後都發覺 不是探心水 結果坐回開頭那張 抱歉 我們只是坐開頭 謝謝你 謝謝 同時完全沒有黑面 真的謝謝 很有禮貌 大堂樓底都高 足足兩層樓 足夠空間感 加上用色和諧 簡約的大吊線 還有一些綠油油的植物 在這裡是完全可以投入度假的心情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食物 開頭就是飲品 有紅酒、白酒、香檳、生啤、汽水、果汁、茶 有酒無酒的雞味酒 價錢都是一般酒店那些 沒有特別貴 考慮這裡有這個環境 變相我覺得是值得喝的 食物方面都是酒店價 披薩、沙律、漢堡 有意份 三文治 最後一頁還有兒童餐 但我發覺和前面的成人餐是一樣的 不過有幾款是真的給兒童的 我們叫做這個Family Food Punch 很大杯 之後還有肉醬意粉 還有一份Burger 海薩沙律 迷糟加一 五百多就差不多了 味道都不錯 旁邊五餐自助餐 差不多三百多元一個 那就自己喜歡了 那做優惠 有東西玩 夠五百元可以夾公仔和扭蛋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抱任何期望 又在香港夾過公仔 大家就知道我說什麼 隻手腳無力還要不懂得收走 明明不想人夾到 根本不夾十幾日下 都不用指望會出到 還沒計算是否每家來玩 都會幫你逐一夾夾近 外面就五百元鋪 這裡就五百元鋪 這些數我是不會計算的 你們幫我計算吧 那個扭蛋叫我抽就算 站在那些人說什麼 其實我不是聽得太清楚 那可能應該是我玩得不對 抽到扭蛋 其實你會是一扭就打去 誰知道 原來你是扭了什麼顏色出來 你又中什麼獎 我就中了計 不過真心的 兩個遊戲給小朋友玩 都是會開心的 玩完了之後就出去欣賞一下花園 以及看看風景 下面是上落客區 接駁車都應該在下面上 我不清楚 因為我坐的士直接在正門落 所以如果你們不是坐接駁車 或者記得跟司機說回 請坐在正門落 萬一去錯位都不辛苦 其實你看到這裡有電梯上來的 這邊可以直向對面就是海洋公園 我回頭向右邊出發 看看花園做什麼 其實都很輕鬆 有這些位置很大張梳化 可以坐在這裡 也可以坐在這裡 再看看樓梯上 還可以坐在這裡 很有心思 做了一個超位 也是讓你們坐在這裡 看看海景 一邊喝東西 一邊來享受 一邊享受 因為不舒服 再走前一些 又有其他款式的椅子 讓你們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 其實覺得很屈膩 我睡著了 空氣清新 在香港真的很難得 你作為都市人 經常吸很多廢氣 空氣好 皮膚好 精神好 心情好 我以前習慣了都市生活 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原來簡簡單單的 只看風景 都是你一種快樂和舒服 有張沙發千秋 試試看 然後我發現 那張椅子是鎖死了擺幅 你看到我只可以 像現在這樣前樓前樓搖 在千秋看上去 就是這個感覺 看到整個酒店 這天天氣真的很好 就這樣在這裡 都已經覺得很舒服 鏡頭一轉 我們就去參觀遊泳池 在東翼搭升降機 一出升降機 推門出來 就會在這裡 在這裡 外面已經是遊泳池 不過入口就不是這裡 有汽水機這麼有趣 而且是楊協城 暫停服務? 蛤? 我還打算買一罐涼粉 燒一下暑鼠 但旁邊的車仔似乎有東西看的 雪糕 43元 大概又做了場內不准飲食 那是怎樣呢? 我進來泳池 記得要登記房奧 人多的時候還要預約時段 我家客就很少人 所以就可以馬上進來 是 我是沒有泳衣 但可以照進去 當然不能下水 但要脫鞋物 赤腳過水才可以進來 裡面有些位置都可以坐下 例如在泳池邊 或者外面那張白色椅子都可以 這個位置都是剛剛浸過腳掌 多一點 在左邊還有一些大床位 但我飾不滿了 我沒得試一下 這裡就是Infinity Pool 那邊還有滑梯 還有其他設施給大家玩 這個醋夠水還要倒下去 對 剛才弄了一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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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泳池 我們就回到房間 這裡樓高16層 還有Gym Room 不過有人拍過說過 我就不去 既然轉已經到了第二天了 昨晚沒有什麼好拍 本來打算叫Room Service 但最後都選了 叫熊貓車仔麵 我叫了麵轉 很好吃 有小時候吃的味道 還多了一份提升感 大家現在看到 就是這裡的自作早餐 人家說要預約時短 Last call 10 點半 想知道要不要預約 可以問回櫃桌的同事 剛才那邊有些Pancake 格仔餅和麵包 和不同的調味醬 走過來看看 這裡有什麼飲品 有兩部咖啡機 想喝哪款味 放一杯就可以了 選擇款式就可以 沒有其他要操作 有熱情熱水 可以煮熱檸茶 熱檸水 你喜歡煮一杯熱檸啡 也可以 果汁有西瓜 蘋果橙 在剛才麵包桌 另一邊還有 冬粒 鬆餅 這些甜食 這裡我自己選了 牛角包 和Pancake 正常 真的很容易 要煮很多 幾乎 再來 前面有些生果沙律 今天很長 還有大 有些放送的東西 都會分到4-5度 幸好有些放送的 будет很鮮明 每逛時間都會出現 買什麼東西吃 有些酒店 地方沒那麼大和放得密 有時候走過不知多少次才找到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裏還有粟米片 想說回奶是常溫的 如果你有其他需要就找一些員工 音樂 好 剛剛看完我又再走 又再逛 我想說我這邊真的很大味道 不是臭,是純粹說這邊的食物夠熱 所以焗著食物,那股味在這裏 最厲害的是這個,我一揭開就立即蓋上 最後,中式我最喜歡的,有粥粉麵和點心 我有吃到牛肉球和叉燒包 叉燒包是很棒的,但我吃不出它是手掣還是來貨 因為吃下去有種不太多像手採的感覺 但我沒有吃過同樣的叉燒包 所以我保留有機會它親手做的部分 我欣賞的東西,它有腸粉,而且有不同的醬 醬汁沒有溝通過水 我不欣賞,因為腸粉很嫩 那些醬汁很嫩,浪費了醬汁,浪費了醬汁 是星期五 粉麵,有油麵,米粉油麵 兩款菜和四款丸 相對其他酒店,這邊就少了一些配菜 可以選擇 夜餐桌上,有黑椒、有鹽、牙籤、黃糖、白糖和代糖 這是我坐的位置 雖然有盆栽坐了一點點 但我都覺得很棒 頭彎就是吃包,喝啡開了位置 大家看到的都是吃得下的 絕對不差 正的是用公雞碗 好有感覺 至於不正的就是 我跟女朋友分開去叫的 都是要魚蛋和魚丸 但她的廚師都比上魚丸 回到房間補充一點 這個燙門的設計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首先拉下來是開的 當你把它拉上來的時候 就會鎖住在這個位置 拉收位和燙門 這些方向上壓力才能拉到的 不用怕小朋友很容易就開到 走出去 當然家長都一定要陪同小朋友 和看實他們 窗台為難度高 我想大概有140cm 左右 溫定提示 雖然我住十樓 但有一隻烏鷹、一隻飛鵝 和一隻蜻蜻 飛到上來 還有,聽的冷氣是很夠涼的 即使你開了露台的這扇門 冷熱位剛好可以對行到 露台的室內熱和房內的室內冷 不過接近了一點 地面就會出水氣 就小心滑腳 再穿湯蟹 哇,被我拍到一大塊雲 經過了這裏 真棒 總共整個體驗都很好 獨一無二海 今年冥池已經無敵 地方很乾淨 夏至大堂 餐廳、上至房間都很整潔 食物都好吃 員工整體都算態度好 只是比較沒有表情 有很多原因 正如大家回家 都不可能十小時都笑著樣子 對吧 而我自己因為做過服務性行業 所以我就很清楚 但笑容真的是服務性行業 最低成本又高回報的東西 大家香港人 加油 但缺點真的貴了少少 如果不求玩水上樂園 不需要Infinity Pool 性價比曼樓高些 那邊一樣有泳池 自助餐也不差 亦有很多人贊 現在還在做買一送一 不過曼樓的房間比較小 在價錢和這邊相差不得多 情況下 但這邊的房間比較新 一邊是近海洋公園 一邊是近水上樂園 這邊的自助晚餐我都有興趣 和曼樓那邊的內容不同 下次再有優惠 我都會回來Encore 我是推薦的 這裏親子的活動 我覺得很充足 我亦都相信有很多人 關注過泳池的情況 始終都是主打的 說回來 這些池水其實很清楚 你會看到底部的水也很清 外面公共泳池很大陣綠化的味道 這裏我不太聞到 我不敢說它沒有 但應該怎樣也有少少 用途是消毒 都是對大家好的 而其次大家會看到沒有雜物和髒 也有救生員 到了晚上生日的時候 我都見到他們在清潔泳池 很細心地逐步看看有沒有垃圾 亦都見到他們用一些清潔工具和機器 所以乾淨程度是可以放心的 今次分享就來到這裏 希望資訊對大家有用 我不是專家 所以更加可以用一個用家的身份 去角度和享受每次的旅程 旅程就更加貼地和客觀 歡迎訂閱留言讚好和分享 其實開心是很簡單的 下次見 再見 請訂閱 nhìn 快點 choses 來